在节目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新节目 《正在修复中》 这是由正修科技大学 文物修复研究中心企划制作 里面分享了文物修复的小故事 从阿公的眼镜 到拍卖价值上千万的艺术品 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家里的珍品又有什么保存秘诀呢? 欢迎点击单级简介连结 收听《正在修复中》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 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 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 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 来贯穿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那么前几集呢 我们谈过了纸钞 然后也谈过了钱币 怎么就觉得我们录音室啊 满满的呢 很有钱的味道啊 所以继续呢 我们开始呢 就往珠光宝器啊 就跟着这个感觉走吧 好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跟清代的贵族啊 跟皇室的珠宝的这个话题啊 那为什么要选这个话题呢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啊 就是十多年前吧 真的很久了 2012年 我看了一个展 那么这个展呢 是在台北故宫啊 这边来举办的 但是这个展呢 对我观展的印象来讲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啊 这个就是台北故宫 跟沈阳故宫服务院 还有卡蒂亚的典藏 共同来主办的皇家风尚 清代宫廷与西方贵族的 一个珠宝展啊 那当然将对于西方的 这些贵族的饰品啊 其实来看我们这个清朝的 宫廷的御用的珠宝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向西方 因为钻石的切割啊 而让珠宝看起来呢 闪闪发光啊 真的是所谓的会亮瞎 大家的眼啊 那种感觉啊 但是呢 清朝的御用的珠宝呢 其实它是因为啊 它的内涵呢 而是被珍视的 所以我们今天拍卖场的人生故事呢 我们就把重点呢 放在清朝的贵族跟皇室的 一个珠宝这个议题上啊 那其实在这个珠宝的里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呢 包括了譬如像东珠啊 青金石啊 蜜辣啊 或者是珊瑚啊 绿松石等等啊 那这些珠宝呢 其实它们所代表的寓意啊 其实还包含了 譬如像说福寿平安啊 或者是吉祥如意啊 丰收啊 节庆等等的意涵啊 那在这些珠宝的围绕之下 我们可以啊 想象得到啊 譬如像说 是雍正的十二位美人妃子啊 或者是清乾隆的这些皇后啊 妃子们啊 那么在这些珠宝的衬托之下 呈现非常婉约 贤义的这些贵器啊 在清代的皇家的这个礼制啊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 其实最早呢 要到清太祖啊 其实清太祖 他那时候还没有入关啊 就是还没有进到中原 那各位如果说 来回想一下历史的话呢 这个清太祖叫什么名字呢 努尔哈赤啊 努尔哈赤 他那时候还没入关之前 其实就已经建立了 所谓的八旗制度啊 那么他将他的步骤呢 分为八旗啊 那八旗呢 就是红黄蓝白 香红香黄 香蓝香白 那八旗 那么他的衣服的颜色呢 就跟他的旗的颜色是相同的 那么一直到1645年 那就是顺治皇帝的时候呢 那他那时候已经入关了 那么入关呢 那时候才开始颁布说 这个要替法啊 垂变啊 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啊 那他颁布说 不论你是满人或者是汉人啊 一律呢 都要替法 那当然呢 替法还是有一些变通的方式啊 譬如像说 只有男生需要啊 女生呢 可以不需要替法啊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啊 你要替法啊 那你如果已经往生死掉呢 你就可以不用遵从这样子的 替法的一个命令啊 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呢 就让汉民族啊 满汉之间呢 他们呢 界限呢 在外观上呢 越来越趋近了啊 那在1645年 也就是顺治二年的六月啊 那时候呢 摄政王就颁布一个新的规定啊 他说呢 新冠服啊 一品呢 用冬珠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清朝他的皇家的礼制的衣服啊 其实呢 他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定的啊 我们从头上面开始讲好了啊 由上而下啊 那头呢 上面呢 帝王啊 皇后呢 那个头上呢 就要戴这个朝冠啊 那冠顶上面呢 他有规定啊 就是要用冬珠啊 那什么是冬珠呢 冬珠呢 是清代特有的一种珍珠啊 那冬珠呢 又称为是北珠啊 那有人叫他大珠啊 大小的大 那因为呢 他的体积呢 其实比一般的珍珠呢 是还要大的啊 他主要的产地呢 是在满人的他的主居地啊 也就是黑龙江的流域啊 或者是乌苏里江 或者是鸭绿江啊 等等 可是呢 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野生的淡水珍珠啊 他没有办法用人工来培养啊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 那么在我们台北故宫 有典藏一个啊 原来是属于养心殿的一个旧厂啊 他就是金香东珠朝灌顶啊 那么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朝灌顶啊 其实是根据皇朝的礼器的图示啊 他来做的啊 那么东珠呢 之所以珍贵呢 其实他还在很多的史料上面啊 有记载啊 其实他不是从清朝才开始 他从金也就是女真族 或者是元就是蒙古族啊 还有明啊 金元明三朝呢 都对东珠呢 都有一些记载啊 那么在历史上呢 因为东珠引发的事端啊 其实很多啊 甚至呢 辽国啊 就是因为东珠呢 而被女真族灭亡 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 在辽朝 就是辽的末年呢 辽国的天作地啊 他叫耶律颜西啊 那他生活呢 非常的奢明 他就会向女真族啊 也就是金啊 那各部落呢 索取这个东珠啊 而且呢 在东到春游猎的时候呢 他会命令女真族啊 冒着严寒的气候呢 将冰块啊凿开 然后呢 让女真族的人呢 到冰的底下潜到水里面去啊 把东珠捞出来啊 很多女真族啊 也因为这样子 就因此而丧命了 最后呢 也让女真族呢 对于辽国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仇恨啊 那后来呢 女真族的完颜部的首领啊 他叫完颜阿古达 他就奋起啊 反抗啊 终于呢 就把辽国啊 这个朝代呢 给灭亡了啊 所以我们说 哎这个辽灭亡啊 还真的是因为啊 东珠的关系啊 那后来呢 到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清太祖 就刚刚有提到 努尔哈赤啊 他那时候还没有入关嘛 那他为了要贿赂明朝啊 所以呢 他就尽献了很多的东珠啊 给明朝啊 后来呢 清朝入关之后 哎 自己来做主了啊 从此之后呢 东珠的地位就哇 更加的非比寻常了啊 当然东珠会这么的珍贵啊 清朝的皇帝呢 他就会对于东珠的管制啊 管理啊 他就有一连串的这些措施啊 譬如像说 顺治七年的时候啊 顺治皇帝呢 就会下令啊 不准中士的人呢 自己跑去啊 采东珠啊 那甚至呢 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叫 布特哈乌拉的总管啊 帮清朝呢 来采捕东珠啊 那甚至呢 还设置了一个叫珠宣啊 珠就是东珠的珠啊 宣呢 就是车该宣啊 那珠宣呢 他就是一个采东珠的组织 你看看 为了采这个东珠啊 说实在的 清朝的皇帝啊 也设置了很多很多的 相应的管理的措施啊 那如果说 哎 有发现啊 有私自去私采东珠的啊 就会大大的处罚他啊 那清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啊 就是和珅啊 和珅呢 后来呢 他在乾隆死了以后呢 嘉庆年间呢 就很快的把和珅定罪了 那和珅定罪听说啦 是嘉庆地啊 他在请人家搜索和珅 他的豪宅的时候呢 发现哇 里面有很大颗的东珠啊 甚至呢 这个数量啊 比宫中应有的数量还多啊 而且呢 比御用的东珠啊 还大 所以呢 又因为这样子呢 和珅呢 就获了死罪啊 当然这里面就是会牵涉到说 哎 和珅啊 是不是有违反了规制啊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珍珠啊 就这么多的量啊 应该是皇帝来使用啊 而不是一个臣子 可以私藏来使用的 所以他就逾越了规制啊 最终呢 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罪名啊 那这个罪名呢 也让他呢 获了一个死罪啊 那这个就是 因为东珠啊 又获罪啊 又牺牲了一位大臣啊 那东珠为什么 这么这么的名贵啊 在清朝啊 大家那么的重视他呢 大概前面有讲过啊 就是在采捕的时候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啊 因为呢 要采这个东珠啊 要在还很冷啊 就是在冬天跟春天的交界的 那一段时间呢 那采猪的人呢 要跳到河江里面 而且呢 要有成千上百的珠磅啊 才可以获得一颗啊 比较完美的冬珠啊 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 因为冬珠呢 它都是野生的 它是没有办法 人工啊 来培养的啊 那传说中啊 冬珠呢 因为它是一个 在冷水里面的磅嘛 那采集的时候呢 要用黑天鹅 因为黑天鹅呢 它就吞了珍珠的磅之后呢 最后呢 珍珠呢 会从黑天鹅的肚子里面 排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种传说 然后我不晓得 真实性是怎么样 然后有一个珍贵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品质啊 那因为冬珠呢 其实它比一般的珍珠呢 还更大 所以呢 它的光彩呢 更是让人家可以感觉到啊 它是非常的滑贵啊 奢华的一种感觉啊 可是呢 也因为灾产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在雍正之后呢 冬珠呢 颗粒就越来越小 那么要找到好的冬珠 要大的冬珠啊 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啊 那么当然第三个意义呢 就是它们的文化的意义啊 那因为冬珠产地 就是刚刚有讲的黑龙江那一段 它是属于东北地区嘛 又是满足的一个发源地啊 因为呢 清朝呢 冬珠啊 会这么的被重视 也表达呢 它们对于祖先的 尊崇的感觉啊 那我们如果说 有在看电视剧的话 大家可以回想到 有一些桥段啊 譬如像说 《甄嬛传》嘛 所谓的宫斗戏的 非常经典的电视剧 那里面有一个桥段哦 他就讲啊 说 华妃娘娘啊 她是拿了一个非常完美的 翡翠的耳环呢 给皇后啊 但是皇后呢 随后就说了 哎呀 我刚得了一对啊 东珠啊 制成的耳环啊 那皇后呢 其实呢 就是在跟华妃炫耀说啊 这个翡翠啊 再怎么精美漂亮啊 那又怎么样呢 其实呢 东珠啊 才是最珍贵的 就连乾隆皇帝啊 你也知道 他很喜欢写预题诗嘛 他自己写诗啊 他自己有写一个诗 叫采珠行啊 那里面呢 他就发出一个感慨 他说 百男获益称其真啊 他就是在讲东珠 那么东珠呢 当然也因为 刚刚有提到啊 已经越来越少啊 然后呢 也可以找到好的 颗粒大的东珠 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现在呢 要取得东珠 真的是困难重重了 几乎是绝肌了 你知道吗 那么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我有讲到说 我去2012年看的皇家风上的清代宫廷与西方贵族的珠宝展 这个特展啊 他其实门呢 一边呢 可以看东方 清朝的宫廷的珠宝啊 一边呢 可以看西方的珠宝啊 那东方这边呢 进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组啊 有三对相同的耳环 那这个耳环呢 也是 每一串的耳环呢 都是由两颗 东珠啊 来串成的啊 哎 这个耳环 为什么会有三对呢 大家要摆在一起呢 那原来呢 这个也是我们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啊 在清朝的满洲啊 他们的旧习俗里面啊 这个妇女啊 她是一个耳朵啊 要戴三副耳环 这个叫做一耳三前 她这是满足妇女的习俗 好 我们讲完东珠呢 我们沿着东珠呢 就来讲耳环咯 我想这一集应该女生很爱吧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耳环 基本上我们都是穿一个耳洞嘛 可是在清朝啊 满足的女子啊 她出生以后 她的母亲呢 就会为她打六个耳洞 也就是说 一个耳朵呢 要穿三个洞 你知道吗 那这个三个洞呢 就是要戴三个耳环 那叫做一耳三前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对于富贵人家来讲啊 当然耳环的耳前呢 它的材质 可能是金啊 银啊 或是翠玉啊 或是珍珠啊 那么在清朝的后宫呢 他们就会用东珠来做耳环啊 那么清朝呢 其实对于一耳三前这个制度呢 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么没有钱的人家呢 一样也要有六个耳洞哦 那如果说你没有钱 你可以用耳环呢 就可以用什么铜圈啊 或是比较便宜的材质来代替啊 那如果说你教宗的子女啊 要到后宫去选秀的话 如果说你发现没有穿六个耳洞啊 连他的父母也要受罚的 你知道吗 那么根据史料的记载啊 那个乾隆皇帝啊 在乾隆四十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有规定 他说 其父一耳带三前 缘系满洲旧风 断不可改逝 正选包衣左领之秀女 接待一罪子 并相言至于一耳一前 则尽非满洲以 例行尽止 大家一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来翻译成白话啊 就是说乾隆皇帝啊 曾经说过 他说呢 这个满洲的妇女啊 一耳带三串的耳环啊 原来就是满洲的旧风俗 千万不可以失去哦 如果有的女子啊 一个耳朵呢 只带一个耳环的话 那就不是满洲人了 应该要马上的来支持他啊 原来呢 一只耳朵呢 戴三只耳环 是旧时的满足的这个旧俗啊 不仅仅是为了女子的外表好看哦 更是一种制定的规矩啊 那么其实呢 这个后宫的规制啊 规矩其实还真蛮多的 你知道吗 后宫里面的太后啊 或者是皇后啊 他们的耳环呢 有两个 就是一个耳环里面呢 要两个一等金珠 所以是金色的 金色的东珠啊 那么皇贵妃呢 或者是贵妃啊 或者是皇太子妃呢 他们就只能带二等的金珠啊 那飞味的女子呢 就可能要到三等金珠 然后或者是四等的金珠这样子啊 当然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金珠呢 在后面呢 就被故宫所收藏啊 那目前呢 这个故宫呢 收藏的 有三对的青带的耳环啊 我们其实到故宫的网站也可以看得到啊 那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耳醉的部分呢 是金色的材质啊 那下面就有两颗啊 是东珠啊 包括了皇室的公主要出嫁啊 这个嫁妆里面呢 也必须要有三对东珠的耳环啊 譬如像说 最受乾隆帝宠爱的 何孝顾伦公主出嫁的时候呢 在乾隆52年的内务府的奏销党里面呢 就有灯载啊 说何孝顾伦公主 她的嫁妆中就有 前东珠两颗耳醉三对这样子啊 那当然东珠呢 对于一耳三前的这些耳环来讲啊 大家看到可能在戏剧上啊 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啊 譬如像我们看到有很多 所谓的宫廷剧啊 譬如像《延禧公略啊》啊 什么《如意传啊》啊等等啊 你就都可以看到啊 像这样子的一个女主角啊 她们的一些戴耳环的样貌啊 不说起来啊 像我自己平常都有在戴耳环啊 要我去穿三个耳洞都来讲 我觉得真的负担挺大的啊 所以呢 其实像拍这些电视剧啊 我就在想说 这些女主角是不是 大家都为戏牺牲啊 打了三个耳洞啊 一个耳朵啊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啊 她们其实这些女主角啊 她们原来有耳洞 大概都只有一个 所以其实只有一个是真的啊 另外两个呢 其实她们就是用耳夹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人家以为啊 她是穿三个耳洞啊 我觉得这些戏剧啊 她们为了还原这个历史啊 真的也是费尽了心思啊 那么在东珠的运用上面呢 除了在潮观或者是在耳环呢 另外还有潮珠啊 那我们在电视剧 或者是在我们的画作啊 图片上面都可以看到啊 清代的帝后啊 她们都会戴潮珠啊 那潮珠呢 但我们知道啊 都是源自于佛教的属珠啦 努尔哈赤呢 开始她就是非常盛行 障传佛教嘛 那努尔哈赤自己也非常喜欢 配戴佛珠 也很喜欢把佛珠呢 送给手下的这些官员啊 跟武将啊 当作是一个犒赏啊 有很多的官员呢 也很喜欢把佛珠呢 当作礼品啊 来进贡给皇帝啊 久而久之呢 就发展了宫廷的潮珠啊 那随着清军的入关呢 各项宫廷的这些典章制度呢 就越来越完善了啊 那后来呢 潮珠呢 也就正式成为宫廷服饰的配饰啊 那么不管是皇帝啊 或者是重要的臣子啊 后妃啊等等啊 他们来穿戴啊 所谓的潮服啊 或者是集服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配挂潮珠 配挂潮珠也有一定的规制啊 譬如像说皇帝啊 他在朝会的时候 他就会配挂 东珠啊 那他在祭天的时候呢 就会配挂 譬如像清金石 所做的潮珠 那如果说在祭祀地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用蜜蜡 昭日的时候呢 他会用珊瑚等等啊 就是不同的祭祀的礼仪啊 规制 他就会带不同的潮珠 那潮珠呢 其实在拍卖会上面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拍品啊 那有一个潮珠拍卖的记录啊 那个非常轰动啊 那就是在2010年4月8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香港舒富比的拍卖公司啊 他拍了一串啊 清朝18世纪的清庸镇的 玉制东珠的一个潮珠啊 那么拍卖会呢 他是从800万啊 开始起拍啊 那当然是800万港元啊 开始起拍 那么在10分钟之内啊 哇 大家竞价非常的激烈啊 叫价了61次啊 那最后呢 是以6000万元的港元来落锤啊 在加记了服务费之后呢 成交价啊 就是6786万的港币啊 那刷新了 玉制的珠宝的世界的拍卖的记录啊 那6786万港元折合台币 在现在呢 大概是2亿7500万元的台币啊 那么成交额呢 是比原来的价钱呢 超出了五倍之多啊 那文美我呢 其实也有拍过潮珠啊 我在2016年的时候呢 有一家拍卖公司呢 他也拍了清代的 红绿的宝石的一个潮珠啊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看到2021年 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啊 那拍了一个呢 是郎世宁他所绘制的 纯绘黄贵妃的一个油画 那这个油画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啊 黄贵妃呢 他带着潮珠啊 然后呢 一耳三浅的东珠啊 非常的富贵啊 那成交价呢 大概折合台币 3.05亿来做最后的成交价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真的这个潮珠啊 带给这些皇后啊 或者是皇帝啊 他们富贵的一个象征啊 真的是让大家呢 身价啊 背长啊 百倍啊 以上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要再稍微花一点时间呢 讲一个啊 也是在那一次我所看到的一个展览里面呢 非常令人惊艳 而现在呢 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工艺产生了 它就是点脆啊 点就是一点两点的点 脆就是脆绿的脆啊 那么在台北故宫呢 有点藏一个清朝道光期间的 淫度金松鼠的一个葡萄毡啊 那这个葡萄毡呢 最让人家惊艳的就是它的点脆的工艺啊 那点脆呢 它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工艺啊 那有人说这个工艺呢 可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啊 那点脆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呢 它就是用那个脆鸟的羽毛啊 拔脆鸟的羽毛下来 来把它放在金属上面 然后呢 一片一片的呢 去把它粘贴上去啊 那也因为呢 这些脆鸟呢 一般呢 一只脆鸟 大概我们只会拔28根的羽毛 而且呢 必须是脆鸟啊 活着的时候 活活的把它拔起来啊 所以一旦这个脆鸟啊 如果说死掉啊 或者是生病啊 其实呢 羽毛啊 就会丧失啊 那个光泽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 现在我们对于动宝的观念来讲 就觉得哇 这个脆鸟真的是 为了这些点脆的工艺啊 这是牺牲颇多啊 那我们在清朝的后宫的服饰的研究当中啊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啊 有关于点脆的这个工艺的一个叙述啊 这些工艺呢 其实包括了清朝宫中的内务府啊 还特别成立一个叫皮库啊 皮就是皮包的皮啊 库呢 就是仓库的库啊 皮库呢 它来负责管理跟收集啊 这些脆鸟的羽毛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单位叫银库啊 银呢 就是金银铜铁的银啊 那个银库啊 那设有呢 点脆的匠人呢 三名啊 那负责呢 承照宫中的点脆的这些工艺啊 那点脆的这些工艺啊 我可以再讲一个啊 最近啊 不过他们已经离婚了啊 可以讲一下啊 这个大陆有一个明星 嘛 叫黄晓明 他当时呢 跟Angela Baby啊 他们结婚的时候 而各位可以上网再去看一看啊 现在其实网路上照片还有 你可以看到Angela Baby 头上戴的呢 他就是一个古董的点脆啊 哦 那个点脆真的是 他身上服饰的一个大亮点啊 那另外呢 您也可以看看像甄嬛传 当然这个华飞嘛 因为他气势很厌 后台很硬啊 那么华飞呢 头上呢 曾经也有出现过一个非常富丽堂皇啊 非常华贵的点脆的起头啊 所以呢 就可以表示说 哇 华飞真的是艳涯群芳啊 重冠六宫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传统的金句啊 等等里面 其实我们就也有看到啊 很多金句的轻衣啦 他们头上呢 其实就有很多的点脆的一个头饰吧 那么点脆的头饰呢 像这个的话呢 其实也曾经发生过一个风波啊 这个风波呢 其实也是发生在2015年 其实在网路上呢 大家就做了很多的讨论啊 因为那时候呢 天津有一个青年金句的一个团啊 一个成败的轻衣啊 这个轻衣呢 他也是获得梅花奖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员啊 他就发了一个微博啊 他微博上面就拍他这一头的 这些点脆的头面啊 然后呢 他就说 哇 这个我是在十几年前买的 花了十二万银两啊 那今天呢 即使是四十多万的人民币呢 也买不到了啊 那这个呢 是从八十只的翠鸟翅膀下面的羽毛呢 经过呢 点脆的师傅来加工的啊 其实呢 我们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po这个啦 但是呢 因为他po这个呢 就引起了一些动物的爱好者的 强烈的不满了 那当然这些 现在呢 也因为保育的一些关系啊 所以呢 在1933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最后一家的点脆的工厂呢 也就把它关门了啊 而且呢 这些翠鸟现在也列为保护动物的名单嘛 所以现在呢 如果说 还要找翠鸟点脆的这些重要的饰品啊 我们比较有留下来的可能在清朝吧 最后呢 我们再花一点时间了 哇 时间很不够哦 我还在想讲一个哦 就是我们常常在清朝的宫廷剧里面 也会常常看得到的呢 那个呢 就是指甲套啊 你知道吗 这个指甲套呢 在清宫里面 谁最爱 我们都会叫他 美甲达人 他就是 慈禧太后 你知道吗 那个慈禧太后啊 非常非常喜欢戴指甲套啊 那当然他对于指甲的保养啊 我们说他是美甲达人 真是不为过 慈禧太后每一天晚上啊 零睡以前都要用热水 先把指甲泡软 然后呢 用工具呢 用小刷子呢 把指甲呢 里里外外啊 整理了一遍 然后呢 在涂上指甲油 保护指甲 早上起来呢 一定要戴上 长长的指甲套啊 那慈禧太后的 玉前的女官啊 在帮慈禧太后 做翻译的一个 叫玉德林 她是一个混血儿 她就曾经呢 描述了慈禧所戴的指甲套 然后她就说呢 她右手呢 照以金护指 金子做的啊 那么长约三寸啊 左手两指呢 照以玉护指 就是玉做的啊 长短与右手铜啊 你就知道啊 慈禧太后啊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指甲套 那么满人呢 在订婚的时候呢 其实男子呢 也会送给女子订婚 必备的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指甲套啊 那你就觉得 为什么他们要戴指甲套呢 当然也是为了美观嘛 而且呢 清朝的这些后宫呢 其实他们也不用做事 整天闲闲的啊 所以呢 到这指甲套呢 你可以彰显她的雍容华贵啊 非常的富贵 那么你也别看啊 宫斗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小巧的这些指甲套啊 她不仅仅是好看啊 有时候呢 你也可以防身啊 听说呢 慈禧太后呢 她有时候就会在她的指甲套里面呢 藏了麻药啊 以备不时之需啊 你就知道说 女生啊 在后宫的小心思啊 真的也是非常的令人觉得 他们里面还是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啊 好 我们前面呢 从东珠讲到顶冠啊 朝珠啦 耳士啦 然后点翠啊 然后最后又讲到了指甲 护甲 那我们就来分享 他们会人生故事小领悟啊 遥想日光之下呢 刚刚有讲到点翠嘛 那些光泽鲜艳的翠鸟们上面的一些羽毛啊 配上了金光闪闪的抵托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哇 非常的滑贵啊 但是当年的这些皇主啊 他们呢 已经随历史而远去 但是呢 珠宝的绝代的风华啊 正是印证了皇家的这些风上啊 他还留存于世啊 不仅止于传说啊 那些珠宝呢 既惊艳了时光 也美美了当时的容颜哦 好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永文梅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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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